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到电动制作 基本上面我们已经知道几个圆圈 就是一个是电阻 一个是电容 另外一个就是提供Energy的 就是一个电动制作 接着我们就要看这些东西 组成在一个线路电路里面的话 那他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影响等等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有两个电路 他是主宰这整个电路 主宰整个电路的这个 他的运作的方式 跟我们要怎么样去分析这个电路的 这个两个定理 那第一个定理的话呢 是他的出发点 就是从能量的出发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能量 要Conservation 那这个从能量的出发点来看待的话呢 我们看到一个回路 我说一个完整的回路 那对这个回路来讲的话呢 在回路上面 各点所产生的 他的电位的改变 各点的电位的改变 他应该跟这个回路里面 能够提供给他的这个能量呢 那我们就是说 他的电动式是要相等 他就话说 这些potential的drop 就是能量的减少的地方 跟能量差 提升应该要能量要相等 或者说整个回路里面 我们把能量提升的部分 减掉能量减少的 应该要等于 那这一块 我们在各点的 这个电位降的部分 vi 的部分 其实是跟 他在运作的电流 还有他的电阻 是呈关系的 那很简单的一个 我们不管他在 这个回路里面有多少个电阻 那你现在呢 你看到的是 即使 我在这边 随便画一个整个回路来讲的话 那我们说 以这个回路来讲的话 那这里是提升他能量的电动使用 跟每一点通过这个电阻 而产生的这个电位降的部分 他总和加起来要等于 那一样的 对这个回路也是一样 对整个这个回路来讲 从这里降 跟这边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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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降也要等于零 因为他这里面没有提升他能量的 这个 这个 电动使作 那你也可以取 这样的一个回路 那取这个回路的话 就是等于 这边是电位升 然后电位降 电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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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等于零 所以这个是 第一个 我们看到的 对一个回路来讲的话 那这个呢 在整个Cashjahob定理呢 我们就叫做 回路定理 ok 因为他是针对一个回路来讲的 那也许同学会讲说 我是不是只能有一个外界的电动势呢 不一定你可以有其他的电动势 譬如说 假设我现在对这个回路来讲的话 绿色的这个回路而言的话 那我这边有另外一个电动势 ok 那我对绿色的这个电动势的话 除了 第一个电动势 跟第二个电动势 你要把他加总起来 所以这边 还有可行的 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电动势 把他加总起来 那你要加总电动势的时候 你就记得一定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整个回路的方向 那 跟你的电动势是提升电动势 提升能量还是降低能量 譬如说 我们说这个回路是 我们现在是定律的 绿色的这个回路 那这边是提升 电流从这边流过 那能量是提升的 然后从这边流过 能量也是提升的 假设这个电动势是这个方向 那这个就是变成是什么 对绿色这个回路来讲的话 就是一零一 要减掉一零二 ok 所以 你要看看你的回路定义的方向 然后去看看你的电动势的正部符号 这是第一个 你在root的seal里面的话 是很重要的一点 换句话说 所有得到的能量 跟所有降低的能量 在整个回路里面 你的energy要conserve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 在回路里面的话 我们说 我们还要知道 他要conservational charge 那conservational charge 基本上面就是针对每一个节点的地方 譬如说这个节点或这个节点 对这个节点来探讨问题 所以我们对这个conservational charge 的部分 他其实就是一个junction 对那个节点的部分 那怎么说呢 我说 在任何一个节点 ok 对任何一个节点 那你把 在这个节点上面的电流 你把他 上起来 ok 对这个节点来讲的话 你把经过这个节点的电流 把他上起来的话 那你要同意 那换句话说 我现在对节点A来讲的话 我进去的电流 I1 I2 I3 进去的电流是I1 加I2 出来的电流是I3 他加起来 那你了解吗 所以 只有两个 一个是在conservational charge 的观点 一个是conservational energy 的观点 有两个 Coshe-Hob 的定理 一个是LOPE 一个是对 一个是针对LOPE 一个是针对junction 的部分 那依照这两个定理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去计算 任何你想要去测量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 我们说 最简单的问题 R1 R2 R3 然后外界接一个这个电 电动式 I1 那我说 这个 三个电容 电阻 串联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实际上 我可以利用LOPE equation 然后我知道 整个 这个回路 通过一雄的时候 是电位声 然后 I1 减掉 I1 R1 再减掉I 整个就是I R2 再减掉I的R15 那样的 那这个我们直接就知道 I就等 把他提出来 R2 加R15 那我说 他等于IR 换句话说 这个回路 实际上 就等于 你总共的R 跟I 那这个R 就是我们 串联的 电阻 R1 加R5 加R15 这是你们都很熟悉的 实际上 他就是一个 Loop Theory 他的一个结果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是串联的 并联的情况 那并联R1 R2 R3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所有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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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de 或者这个 Junction 这一点的话 我们看到 进来的电流 I 然后出去的电流 I1 I2 I3 所以你进来的电流 跟 跟 减掉 出去的电流 你要等于 所以 I呢 实际上是 I1 加I2 加I15 就是你 基本上就是 我们的 Norded Sear 也是Junction Sear 告诉我们 那有了这个结果以后 你就可以 跟你进一步知道说 我这两点的端电压 A跟 B AB的端电压 我们可以看到 就等于 I1 R1 那也等于 I2 R2 那也等于 I3 R3 OK 这是我们已经了解 所以 你就把它 淡进来 I 就等于 I1 那I1是等于多少 VAV 除以 R1 那I2 是VAV 除以 R2 I3 是VAV 除以 R3 所以 我们马上知道 这是VAV R1 分之1 加 R2 分之1 加 R3 分之1 那 换句话说 Total的I值 就等于VAV 除以 大R 那这个大R 就相当于 你把这个 它的等效辨入 OK 那大R呢 就是等 我们的 R1 分之1 加R 2 分之1 加R 所以这个是 我们看到 一个是Loop Sear 一个是Not Sear 它所对应给的 其实电流的 电阻的串联跟并联 你就可以了解到了 这是我们平常我们可以看到的 那你可以利用 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并联的话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好了 这是我们平常里面已经都蛮清楚的 那我说 我就举个例子 我说 这是一个回路 那这个回路呢 最简单的 这是一雄 然后 R1 R2 R3 R4 R5 R4 那每个回路 R1 R2 R4 R4 R5 R5 我们说 所有的R 我都把它定义成相等 那是都是InFORM 最主要的是 我们想要 来看一下 这个定理 这样子的回路 运用我们的Kasha Hoth 的定理的情况 你现在知道的是 OK 我说 我想要用Rub Searing Rub Searing 是这个Rub 那我也可以 直接就把 经过每一个电阻的Aya 都把它定义出来 R4 R3 I3 I2 I2 然后这个是I 那实际上我要求的就是什么 这些I值 这就是我要求的东西 那如果我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用Rub Equation 的时候 我知道了 我先做完这一个的情况之下 第一件事情我就已经很明白的 知道了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什么 第一个我用Rub Equation 的部分的话 那我写这个Rub 我就等于是什么 一终 一终 电位Send 然后电位降 解掉I1 R1 再解掉 I1 I4 R4 他要等 这是第一个Equation 你就出来了 那第二个Equation 我也可以找这里的Node 这个Node 告诉我们什么呢 进来的电流要等于出去的电流 因为这个John C. Thierry 已经告诉我们说 I1 进来的电流减掉 I3 I4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点 这一点 那你马上可以看到 好 进来的 要等于出去了 那I2 加上I3 减掉 OK I等于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我有五个未知数 我现在有三个Equation 还是不够的 我必须要再找两个Equation 你可以随便去找 那你也可以用John C. Thierry 你也可以用Loop Thierry 你也可以用Loop Thierry 那我说我用Loop Thierry 我就找这个Loop好了 OK 假设我找这个Loop的话 那首先我们看到 对这个Loop来讲的话 这个是我的整个Loop的方向 所以电流 我现在从这里上去的话 这个是什么 电位 深海电位降 从这一点 上去 电位深海电位降 有人说深有人说降 这样子下来是降还升 这样 那这个方向就是深 OK 所以你现在变的是I1 R1 这是电位深 然后呢 这里呢 从这边过来 这是深海降 降 I2 R2 然后再来这边呢 深海降 从这边过来 是降还是 深 另外一个equation就出来了 第五个equation 随便你想要怎么样取 你也可以取一个大大的equation 也可以取一个小小的 那我说取一个小的好了 那同样的 这边是电位深海电位降 这边是电位深海电位降 R或 深 I或 R或 然后呢 这边呢 电位深海电位降 降 -I水 R水 再来 再来 这边呢 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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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去写这五个联律方程式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值了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 基本上面方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把 就是你把 node 或者 roof 你把它找出来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Conservation energy 你要把握住 电位深的部分 跟电位降的部分 你要加起来 等于电位 OK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所以 各种 习习怪状的 电路 你都可以去 进他 反正只要有电路 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再把电容加上去的 整个电路 那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说 这整个电路学里面的话呢 我怎么去测电容 测电流 测电流要怎么测 嗯 安培器 对 安培器要怎么用 怎么接 怎么跟电路怎么接 串联 好 很好 那 跟电路里面串联 那基本上面 安培器里面有一个电阻 对不对 你们都下学期都做过那个 基本电表的测量 那 安培器里面的电阻是 跟整个电路是 并联还串联 嗯 并联还串联 那我们说首先我们要去测量电阻 来电流 我都知道说 这是我的回路 那我知道 我要把安培器装在这里 这个是一个安培器 那对这个整个回路来讲的话 你把安培器接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安培器里面其实是有一个call 就是一个 线圈 让你的这个 这个什么 那个表 声 摆动的 那 这个呢 我们在 后面的部分就是因为 你进来电流 让你的 线圈里面感应到 这个 磁力矩 然后力矩让这个指针摆动 那对这个安培器本身来讲 我可以知道这是一个call ok 然后呢 我说 对这个call 来讲的话 他其实就是 闹的一个旋圈而已 那我们可以看到 经过这个call的 值 一个mini 安培左右 不能太多 因为他是磁力矩 你太大的时候 那你已经over了 这个整个电表会坏掉 所以 为了让这个 经过这个call的 电流不要太高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 再并领一个电阻 那这个电阻 RA呢 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 对这个来阳来讲的话 那外界的电路 就是跟他接起来 I 竟然是这样 那没有问题 ok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 安培器的装置 那 从这个电路里面 我们来看待 你现在看到的是 你已经知道 你要把这边的电流分散掉 分散成 这一支跟这一支 经过两支的电流 那我请问一下 RA 要小 还是大 就两个答案 一个是大 一个是小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旋圈的电阻大还小 一个旋圈 同丝绕一绕的旋圈 他的电阻大还小 很小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电阻 你装一个大电阻的话 就全部跑到这里来啦 所以这个电阻一定要怎么 小 这是一个低电阻 OK 所以 安培器里面是 并联的一个低电阻 那你就要去把这个低电阻 在实验里面 你可以去看看你的Scare要多大 也就是说流过来这里面的电流要多大 不要超过一个mA 或者是你要流流流进来的这个电要多大的时候 最大的子要多大 然后你就可以去配RA的子 那大部分你这是一个mA 或者一个A 都没有问题 你就配你的RA子 那同样的 这是电流剂 那伏特剂呢 伏特剂是怎么装 在实验室里面的伏特剂 要测量电压 要跟回路怎么 并黏 要跟回路并黏 好 那你有一个回路 我要去测量这两端的 端电压 那我说 我必须要接一个伏特剂 在这里 伏特剂会怎么样 我说伏特剂 其实跟安培剂一样的 他也是一个coyle ok 就是一个 这个简流剂就是了 那这个coyle 那我们都可以知道说 你这个coyle 接到这上面来 最主要的 你接上来的这个coyle 量到的端电压 绝对不能 因为你接了这个来 而引起AV 之间的端电压 要发生大的反变 对不对 所以 这两端的 因为你接完以后 流过伏特剂的电流 要大还是小 小 对不对 如果你流过 原来这个node theory 已经告诉你的 这个电流I 是I1加I2 那你要I2 原小I1 对不对 I2 要原小I1 最好不要有I2流过去 但是我又要测量它 那怎么办 加电阻 这是A电 B电 好 这个是coyle 这个是外加的电阻 那V RV RV 要大电阻来小电阻 大一下 大一下 好 RV 的部分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你一定要比它一点大一差 不然的话 这边的电流就会什么 流往这边流 所以RV 一定要是一个高电阻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 这个安培剂跟这个普特剂 所以平常的装置的方式 第三个 你要去测量电阻 测电阻有好几种方法 那第一个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说 我说我们用费斯分电桥 那费斯分电桥 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装置 我说 我把几个已经知道的电阻 抓过来 把他 放在一起 然后呢 一个是可调的电阻 一个呢 是你代测的电阻 这个是你代测的电阻 这是可以调 然后RV 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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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以支的 这是代测电阻 那我们把他连起来以后 中间用一个减油剂 把他连起来 那整个装置非常简单 那我说呢 实验的时候 很简单的就是 我去调RV 的字 调到什么情况呢 调到我的A 这里面的I 经过减油剂的I 当经过减油剂的I等于0的 意思就是A点跟B点 他的电位差是等G 那A点跟B点的电位差等于0的时候 代表是 你通过I1跟通过I 我把这边当成I1 还很好了 OK 然后这边呢 是I2 那 这个是I2 I2 OK 当VAB等于0的时候 就是代表的是 这一点 跟这一点的端电压是等于0的情况 换句话说 我们说 我们说I1 流经I1的 经过A点 他就等于I1 流经I2的 然后不流 这个 经过且流剂的已经等于0 就等于I OK 那我们又知道 I1 R1 他的端电压 等于 这一点的端电压 跟I2 R2 他是一样的 到这一点 然后I1 Plan R 我们的代测电阻 就是等于I Plan R Plan 是你可以调到A I等于0的时候 那换句话说 你马上你就可以知道 因为这个两个是相等 I1 是等于I1 Plan 你可以消掉 I2 是等于I1 Plan 也可以消掉 所以一笔 我们就马上知道 R 代测电阻 它是等于多少 就等于R1 分支R Plan 分支R2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代测电阻 是不是多少 可是 我们最简单在实验室里面 做 这个费斯敦电厂的情况 当然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 更是我们平常用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欧姆记 或者是三用电表 我们说 我们的欧姆记或三用电表的话 基本上 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说 我现在有一个电阻在这里 我不知道它是多少 大小的电阻 那我要去测量R 那我说 我的欧姆记 它的装置上面 大概是可以这样子 来看待它 所以这个欧姆记里面 你把它打开来 或三用电表 你把它打开来 它一定有一个外界的电源 这个电源就是干电池的部分 所以你的三用电表 如果不灵活了以后的话 你就要去检查 你那里面的什么 你那里面的干电池 是不是没有电了 那基本上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里面有一个干电池 然后呢 里面有一个电阻 然后里面有一个安培剂 那这个安培剂呢 其实就是一个电流制度 那我把这个电阻叫做RS 然后这个是issual 那最主要的这个指针 这个指针在这边的情况的话 你如果用过 三用电表的时候的话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做的一个动作 是叫准的动作 那叫准要怎么叫 有两个 第一个是 你外界的电阻 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 他没有接他 他没有接他 这是两根探针 有两根探针 那这两根探针拿来以后 把它open 完全电路是open的 open 的时候 这里面会不会有电流 不会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代表外界的电阻 是你无穷大 但是对这个减流器来讲 他的电流是什么 零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位置上面 电流是零 对应的就是R无穷大 OK 这是电流等 然后呢 第二个 你要校准的 把这两根探针 SHOT 把它接在一起 就是表示 外界的电阻是等于零 那外界的电阻等于零的时候 所对应的就是什么 你这时候的电流应该最大值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外界的电流等于零 那我们就可以去调 我说Rs 可以调整 你就可以有一个 那个调整钮 那我说你可以去调整 这个Rs 把他调调调调调上什么 调到你的指针 他指向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最大值的 电流最大值的 Rs Meshmer的时候 所对应你的R 就是 OK 所以 所以 你看到 本来这个减流剂 有电流的时候 是 外界的电阻是零 没有电流的时候 外界的电阻是无穷大 那中间呢 你就可以去做Calibration 就用标准的电子 电阻 第二个 你用标准的电子 然后去调 这个是50欧姆 100欧姆 然后你去把它调整出来 然后把 刻度把它画出来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 这样子 已经Calibration Calibration以后的 去测量这个R值 OK 所以 三样电表 最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是 这两个东西 如果你没有叫准 你上面的指针的刻度 不是你直接拿来测一下 就知道的 你直接拿来测 测出来的 绝对是错的 你一定要经过叫准过 才知道 因为你每一刻的时候 这个 干电子 他的 时间 然后会有一点点变化 一般我们会用9伏特的干电子 但是也许 用9了以后 他只剩下8.9伏特 8.9伏特的时候 你的电流就不一样 所以A同学跟B同学用的时候 你这个 校准的 这个 这个电阻值 其实是什么 就不一样的值 那这个 在外观上 这个就是一个熊钮的部分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三用电脚 跟欧姆纪的部分 基本上面 都是一个 这个我们测量的工具 但是你在测量的时候 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那这是三个 你知道你怎么测电流 你怎么测电压 你怎么测电阻 OK 你已经知道了 换句话说 好 在一个电路里面 你也知道你怎么去分析 里面的电阻 电流 电压 你都知道了 我们接着 我们就来把 这整个电路里面 再加进去 我们另外一个 element 就是电阻 你电阻 只有电阻而已 玩起来还不太破 我们就把电阻 再加进来